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便利字典 咱们上一期学了字典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今天咱们再学习一下如何便利它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三个 第一 便利字典的元素 第二 便利字典的所有的key 第三 便利字典所有的值 都该怎么做 听起来有点云里物里 其实非常的简单 咱们马上看实战演习 好 我先建一个测试文件 咱们边运行边讲解 太刺的点了 Pyok 然后我先考上我代码的第一部分 便利字典的属性 该怎么做 我拷贝过来 咱们一边运行 一边我给您讲解 ok 老规矩 左边是我的代码部分 右边是我的运行结果部分 咱们先看我代码的部分 首先我定义了一个子典对象 或者叫做Json对象 都行 我其实更想把它叫做Json对象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比较喜欢Json对象 好 它存储数据非常的方便 咱们定义了一个子典对象 然后咱们准备循环它 注意看 这个子典对象有一个方法 叫做items 它是干什么的 它是循环每一个数据元素 循环完之后的结果 大家请看 存储到两个变量里面 一个是key 一个是value key对应是冒后前面的这些个值 value是对应着冒后后面的这些个值 也就是说 咱们通过一个负物循环 能够取到每一个元素的key 同时能够取到每一个元素的value 然后我调用一行print 把它们进行输出 这是咱们代码的效果 咱们马上运行看结果 Let's go 注意看 这就是代码运行的结果 首先等号前是一个ip 没有问题吧 不是ip了 是所有的key key分为是ip port uid和password 没有问题吧 然后我这中间加上了一个等号 就这个等号 然后在等号的右边 分别输出每一个key 对应的value的值 没有问题吧 这样的话咱们就循环了所有的属性 就是这样 非常简单 通过一个items的方法就能够搞定 接下来 我在循环下做到key 比如说咱们拿到一个对象 但是咱们不知道这个对象里面都有什么key 那么咱们通过这个keys这个方法来循环一下 怎么写 和刚才的这个循环所属性几乎一样 仅仅是这个方法 由刚才的items变成现在的keys keys什么 循环缩的key 对吧 然后咱们通过这个key变量 取到每一个key 然后进行输出 我输出的时候 大家请注意 key 这个是每个key的内容 没有问题 然后e字 这是我中间加了一个分割符 右边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 我如何根据key取到value呢 取到值呢 就通过这个字典对象 然后加个中和号 里面跟上key 作为下标 就能够取到相应key的值 OK 咱们看一下这个代码运行的结果 Let's go 非常常用 一定要记住 够 大家请看 这个e字对吧 e字左边是咱们每个key的值 key的内容 不是 这个叫key的值 应该叫做key的名称 对吧 ip poto uid password 右边是key的值 是key在字典中所对应的值 这有人说key的值真的是容易赏齐啊 应该说前面这个呢是key的名称 后面这个呢是真正key所拥有的值 没有问题吧 比如说ip 对应是192.168.1.5 就这个地方嘛 对吧 前面是key的name 后面呢是key的值 key的name也不好听 反正您就理解 前面这个地方 咱们取到的key 是咱们存着这个名称吧 叫name 咱就叫name吧 那么这样呢 能够输出key 对应的name 以及对应的值 没问题吧 咱们通过这个便利所有的key 就能够取到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这个怎么说呢 便利所有的值 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 在咱们实际编码过程中 也有编码过程中 便利所有的值的操作 反正我是几乎没遇到过 在我印象中 还真就没遇到过 咱们便利这个key呢 我经常遇到 但便利值没有遇到 为什么 因为key它是唯一的嘛 它不会重复 所以说便利它是有道理的 可是咱便利这个值 咱们作为一个操作 记住它就好 其实在咱们工作中 用的并不多 没关系 咱们先看看它怎么用 很简单 dbconfig有一个value字 的这么一个方法 通过它能够取到每一个值 然后把这个值进行输出 好 咱们看一下吧 这个在实际工作中 用的其实并不多 大家请看 我取到值 分别对应是 IP端口号 ID password 对吧 您说光取到它 能代表什么呢 什么都代表不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取到 我只仅仅知道 这个集合中 这个字典中 有这样的值 其实对于咱们这个业务来说 作用并不是很大 但是作为一个 普通的python的操作 您要理解就可以了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python 字典便利的实际的操作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现在代码呢 我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上的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订阅一下我 咱们一起学习哦 好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咱们在下个视频 感谢观看